蔡许坤走上被全网黑的路 他的粉丝有一半功劳 2018年蔡许坤一条转发量过亿的微博 被官媒当作数据作假的典范 揭开了流量明星数据造假的底库 此消息一出瞬间引发社会对流量明星造假的关注 当时微博公开总用户才3.37亿 而一亿的转发量就表示 每三个人里就有一个人转发过蔡许坤的微博 事实上很多人都没听过这首歌 为此还被官媒直接点名批评 一亿多的转发量你们也真敢刷 微博更是直接把转发量限制到了一百万 不久后官媒还发布了 制造这亿万转发量的幕后推手星远APP 这款不用登录账号就可以给偶像多次转发评论的软件 也因此牟利八百万 而对于执着于让自己偶像坐上顶流位置的粉丝而言 打榜的执着不止于此 2019年在周杰伦演唱会巡演售票时 一位昆粉吐槽说 周杰伦的数据这么差 为什么还有人说他的演唱会一票难求 然后便开始质疑 周杰伦的粉丝真的有那么多吗 死话一出瞬间惹恼了众多网友 一时间周杰伦的一些老粉全都占了出来 一把年纪开始研究怎么打榜 怎么做数据 但是刚入行的一群高龄老粉 怎么斗得过常年混迹饭圈的年轻小孩 从当天早上开始 蔡徐坤的超话排名就一直故意领先周杰伦10万左右 并且还有人在网上放话说周杰伦是过气歌手 蔡徐坤才是真正的顶流 但天王就是天王 地位哪里这么容易被撼动 一时间娱乐圈各路明星纷纷加入阵营 带动自家粉丝为周杰伦应援 没多久周杰伦就已超话一亿的数据远超蔡徐坤 结束了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让网友见识到了什么叫真正的顶流 为此官媒还放话说流量不等于流行 让蔡徐坤的路人员再降一层楼 但回看整件事 蔡徐坤又做错了什么 连遭官媒多次点评 却还能混迹娱乐圈顶流位置 蔡徐坤的粉丝有多强大 2021年12月一则蔡某某演唱会违规演出的词条 火速登上人搜榜首 而其中的蔡某某经网友一番查证 正是蔡徐坤团队 此时来龙去脉也被网友一一拔出 非常时间一众老前辈都不敢随意开演唱会 蔡徐坤却公然来了场巡回演出 真不知道是不是该说蔡徐坤心大 而这一举动也成功引起了文旅部的注意 并称其实未经允许 就擅自进行营业性演出 存在侵害观众正常购票观看演出的权利 并且这还不是蔡徐坤第一次顶峰作案 2021年4月 蔡徐坤新专辑迷一经上线 就狂赚粉丝8000多万 据悉该专辑包含11首歌 可时隔4个月后 专辑却还是只上传了5首 剩余6首连歌名都没有 上线时间也没有标注 而这种明显歌粉丝韭菜的行为显然让人难以接受 从而引起了官媒的注意 并发文进行谴责 可就是这正义之举 却遭到了蔡徐坤粉丝的抵制与网报 坤粉抱团围攻了该官媒的账号 还指控关于蔡徐坤的报道是无证据造谣 而官媒也不甘示弱 直接点名蔡徐坤一级工作室 要求给个回应 蔡徐坤工作室眼间事情逐渐不可控制 当即发布道歉声明 并紧急上线剩余几首歌 但是东拼西凑也只凑出了5首 第6首歌迟迟不见踪迹 并且其中还有一首是时长48秒的纯音乐 这4个月精心准备的成果 属实有点让人难以接受了 无认识蔡徐坤就得遭遇网报 这是坤粉给自己偶像营销的手段吗 在一期王牌对王牌的游戏环节中 嘉宾们被要求说出照片中艺人的名字 而潘长江因为不认识流量idol 从而看着蔡徐坤的照片 剿出了张艺兴的名字 最后还是在观众的提醒下 潘长江才知道蔡徐坤这个人 一起告诉潘老师这是谁 蔡徐坤 本来老艺术家不认识流量idol 是非常正常的一件事 但到了坤粉这里就不乐意了 纷纷跑到潘长江微博下 进行亲切问候 扬言不认识蔡徐坤 就让他好好认识一下 无缘无故被追着骂的潘长江 委屈又无奈的发文表示 不认识蔡徐坤违法了吗 海诚兴猜的我只认识蔡明 而正是这句话彻底惹怒了坤粉 大规模的谩骂充斥全网 气得潘长江只能直播回应 网络暴力 事情越闹越大 蔡徐坤只能出面向潘长江道歉 并称别让有心之人得逞 这才平息了这场没有硝烟的战火 然而整件事情下来 蔡徐坤又做错了什么 并且此类事件还不止这一次 同样被坤粉网爆的还有蒋小琪 当年还是游戏主播的蒋小琪 因为怀揣着一个做演员的梦 从而选择进入娱乐圈 可年少不懂娱乐圈的她 只因在评论区用了蔡徐坤的一张表情包 而引来了灭顶之灾 坤粉直接组团扒出了蒋小琪的微博 然后对她展开了肆意的谩骂 不想将事情闹大的蒋小琪赶紧道歉 但蒋小琪的退让 换来的却是更恶劣的辱骂 最后被逼无奈的蒋小琪 只能无奈选择退圈 追星的意义是让我们看到偶像的闪光点 从而改变成自己 而不是做出不理智的行为 最后落得偶像买单